和平地区环山部落的居民大多围绕着南湖西耕种生活 但是民众往来两岸 竟能倚靠简易的流龙设施相当危险 为此台湖市政府是编列了5700多万元的经费 在南湖西设置一座吊桥 克服高山施工险恶的环境 顺利在6月完工 而新吊桥结合当地泰雅族的意象 市府这一天是欢喜启用 也感谢宋长老无常提供土地 我们开始做规划设计 接着局长陈大田向市长卢秀燕 以及渔会贵宾进行工程简报 说明这一座跨越南湖西的 行建吊桥施工室的情形 克服高空深山以及深谷等挑战 还要面对气候不稳的因素 终于在今年6月顺利完工 让居民有平安回家的路 因为吊桥的行建极为困难 所以我们当初有几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希望朝百年来使用设计 第二个因为要交给地方驱工所来维养 所以我们尽量在维养方面 让他们比较容易 第三个我们要符合当地的景观 因为这边是泰雅族人主要的聚集地 所以它本身桥梁的设计 希望能够有泰雅原住民的意象 很方便对对面的或是走 旁边经过那边去水源头 果然都非常的方便 出入都很方便 不用以后什么用拉的小流浪线 或是要过河很危险 环山部落的居民大多围绕南湖西 种植经济作物受限于天然地形影响 民众往来仅能够依靠检疫的流龙设施 甚至在修复或寻找水源时 也仅能够依靠流龙 简直是卖命在通行 为此台中市建设局编列5700多万元的经费 在南湖西设置一座吊桥 环山吊桥它垮去是110几公尺 两端实际上长度有达到100公尺 它本身宽度可以提供3.2公尺 这样的一个寻走宽度 那这座吊桥在市做的时候非常的艰辛 因为它垮在南湖西的上方 那高层差非常的大 那又有溪谷 所以它必须有一条非常长的便道 来做它的机具材料的运输 新设置的吊桥不仅考量后续公所 维养方便 因此采用耐用材质 同时融入当地泰雅族部落的图特元素 命名为环山吊桥 市府欢欣启用的同时 也感谢当地送长老无偿提供土地 守护网南农友的安全 接着装饰品 陈章安台中超报导 丁梁苏宇lights 杠 赏 百合�fen 4